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鲁人好钓 鲁国有个人非常喜欢钓鱼,平时没事总是拿着鱼杆前去捶钓 事实上,他并不是真想钓上几条鱼来解决肚子的温饱 不过是想打发一下无聊的时光,附庸风雅而已 因此,他钓鱼时毫不专心,东张张西望望 水都搅浑了,也钓不上一条鱼来 久而久之,水也不愿意靠近他钓鱼 他自己也时常纳闷 为什么我总比大家钓的少许多 左思右想,忽然大彻大悟,说 肯定是我的鱼具不够好 于是,他便用香柜做钓儿,用黄金做钩 并用银线和绿色的玉石把鱼具加以镶嵌和装饰 就连所用的鱼线也是用漂亮的翡翠鸟的羽毛编织成的 他不但把鱼具收拾得很好 而且钓鱼时的姿势和所选的地方也十分讲究 从不马虎 可是尽管如此,他也仍然没有钓上几条鱼来 但是要讲求时效 而不要追求形式做表面文章 否则,又不会有多少收获,甚至吃地不讨好